每个人都会说意大利语 是的,任何人都能学会所有的语言 我们想尽量让您的学习变得更加容易、轻松 我们的目标切合实际 就是给您提供一个机会了解到一些最基本的词汇和常用句型 这样您就可以听懂别人说话 并进行简单对话 或至少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正确地表达您的需要 这就很了不起了,不是吗? 我在这儿就是帮助您学习 大部分的作业需要您自己完成 仔细听并阅读提示字幕 当然还有更读模仿 每个字、每个句子都重复读两遍 就是为了给您机会更读模仿 吸收记忆 然后能够正确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另外,如果第一次没有成功 第二次或第三次一定能成功 一定要常常学习 最重要的是,不要怕说话 怕被别人听出您不是本地口音 听出了又怎么样呢? 语言将人们结合在一起 当您尝试着说他们当地的语言 即使犯错误,他们也会非常欢迎您的 当我们碰到有些语言中有阴性和阳性之别时 我们尽量保证形式上的正确性 虽然有时候每个句子都给出各种阴性和阳性的可能性 使得学习变得十分累赘和复杂 但我们还是尽量做到 无论如何,本语言的学习是为男性学习者和女性学习者共同设计的 如果有些地方只提到了阳性的形式而忽略了阴性 那只是为了让学习变得更容易一些 好吧,那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我们的语言探险 第一个词,好的